哈喽,今天咱们来做一款你们一直跟我要的那个酷酷的玫瑰花款式 首先呢,我用到的是冰透戒子色的05号,先薄薄的打了一遍地 这个戒子色是一个酒色的小套系 然后呢,它有七个颜色是冷色调,两个颜色是暖色调的,非常好看 然后无名指的话呢,涂了两遍 涂好以后都分别照灯 然后小拇指用到的是这种透黑色 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渐变啊 然后用到的是扫扫笔 这个渐变的话做的略微的高一点 然后咱们上了一个擦洗封层,照灯,擦掉浮胶 用这种拉丝胶给它随意的拉出几条纹路 照灯,拉丝胶是免洗的,就不用管了哈 然后无名指的话呢,透黑,局部的涂出色块 用扫扫笔把边缘虚化开 然后照灯,再上了一层加固,擦掉浮胶 然后呢,咱们把贴纸按压结实 这个贴纸是特别薄的这一种 所以说咱们直接上了擦洗封层,照灯,擦掉浮胶 在边框上用石膏胶给它画好 这个石膏胶也是免洗的,没有流动的 所以说呢,咱们照完灯以后就完成了 中指的话呢,也是做出色块 这个色块呢,略微大一点,深一点 然后照好灯以后再用石膏胶给它做点缀 其实这个款式真的是特别的简单 所以说只是它用到的东西呢,感觉它酷酷的 然后呢,咱们食指的话呢,用到的是极致黑 做了一个小的法式 如果是短甲的话,你们需要用小笔去勾画 然后整甲上了一个擦洗封层,照灯,擦掉浮胶 用免洗者力沾钻胶,沾了一个大的蝴蝶结 这个蝴蝶结很容易就说照不透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照的时间长一点啊 今天用的东西小店里面都有 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去点开下方小黄车进小店看一下哈 然后大拇指和无名指的做法其实底是一样的 但是它就是沾了一个圈钻 其中圈钻里面用了的是这个19块9一包的那个钻啊 然后搭配了一些这个精灵珠子 就是随意搭配,就是让它黑暗一些就可以了 然后搭配好以后呢,咱们注意贴钻的时候往里收一点 不然的话会显得它夹面太宽哈 然后咱们调整好,填好缝隙 把中间的地方,就是说咱们打底有晕染的地方 咱们再给它填一些石膏胶就完成了 学会了吗?我是游夏 艾米甲超怪男人双击哦,我们呢